国内知名的单题咖啡传出官方网站遭到骇客入侵 大约有5000笔的客户资料外泄被刊登在俄罗斯网站上 虽然单题咖啡强调这笔个资是没有用在电子交易 纯粹是用来寄送电子报 已经移除相关资讯报警处理 但是个资的安全问题再次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 国内知名连锁咖啡店单题传出官方网站遭骇客入侵 约5000笔客户资料外泄被刊登在俄罗斯网站上 目前已经紧急移除会员资料库 单题在官网发表声明表示 我们随即至台北市行大报案 并将疑似入侵期间的漏个日志党交由警方追查 并立即更换主机 同时补强资讯安全的防护措施 近5000笔会员资料被骇客张贴在论坛上展现实例 疑似在5月10日被po上网 包括会员姓名 生日 行动电话 行业 住址等 近20天曝光在网路上 单题也是看到媒体爆料才知道 调查发现这批个资储存在台北中华电信机房 因为外处理的作业系统有漏洞遭害 网路个子安全 民众高度关注 基本资料啊 如果太私密的还是不会啊 不要去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站去登录 然后去填写太多的资料 基本上像银行或者是说像一些那种单位 比较大的网站其实是 直接只能说信赖他的那个资安的管理 当你在申请这些服务的时候 可能特别留意一下 你要提供的资讯是不是需要提供那么多 那么详细 或者说需要是不是真的需要注册这样的服务 因为你注册这样的服务 代表说你把各的你的资料提供给他 而且最好不要每个服务都用 一样的E-mail账号跟密码去做这个注册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专家提醒像是信用卡卡号 电话 地址等比较敏感的资料 都要避免输入 企业端也要有严格的个资把关 不过在网路科技发达的时代 駭客防不胜防 民众除了相信企业 各自输入 捐得谨慎评估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张元廷 李津津 台湾特别报导 中雅一